最近大阪很多的轨胶项目 已经处于一个加速的阶段 而最近呢 筑桥镇这边已经有一个新的消息出来 说的是兰汇支县两岗市域铁路 筑桥镇段的项目征收已经清盘 为兰汇支县的建设创造了条件 这个兰汇支县筑桥镇段的项目 共分为两个区域 其中这个亭中村金星村区域是8月24号清盘 签约23镇 先进村益鸿村 红兴村区域于8月29日清盘 共签约44镇 其实这个疫情是耽误了一些签约工作的 这个工作5月份就启动的 6月份以后就开始加速 所以能够迅速的把这个清盘做完的话 是非常有利于南汇支县两岗市域铁路工程的 这个工程北起浦东综合交通枢纽 南至芯片区 线路全长共计是35.1公里 主线线路长28.1公里 全线建下沿路站 东大公路站 临港综合区站 临港开放区站 接轨站有两座 有包括T3航站楼站和上海东站 它的设计时速是160公里每小时 所以这个南汇支县是上海市中心和临港新城 这个连接的非常重要的轨交线路 能够实现15分钟到达浦东枢纽 60分钟到达虹桥枢纽的时空目标 80分钟到达